大家好,今天是我的春装第二代 这一期相比于上一期来说的话 就是色彩会更多一点点 本来这一期我是想出一个卫衣合集 但是没有实现 所以这一期就是卫衣会稍微偏多一点点 然后呢马上就来跟你们分享它们 还有他们的穿搭 先是一件这个拉链卫衣 我把它称之为软软糯糯芋泥牛奶球 它的颜色是那种香芋子 然后又有一点粉 这个颜色就很好看 它里面是有一点点加融的 摸起来整件都是很软很轻敷的 它的版型可以看到不是特别特别宽松 它就是比较合身 然后偏宽松一点 上身特别特别好看 它搭配运动裤或者实工装裤都很好看 但是这一期我是搭了一条D1牛带裤 就是上一期有分享过的 这样一整套就相比于搭那种运动裤 会偏实装一点 它这个拉链是可以把这个领子拉到上面来的 拉起来还蛮有形的 但是就是处在前面 会有一点点像太空人 我一般都是把它这样翻下来穿 这件是一个短款的皮衣 它的颜色超级超级好看 给人感觉就是很沉稳 有点低调又很高级的一个蓝 它其实是作为有点棒球服的版型 在这边有作为一个同色系的刺绣 它的皮质是有一点粗犷的感觉 会比较耐磨 它的版型我觉得也是很利落 搭配的工装裤就是这一条 它的面是偏薄的那种面布 所以它到夏天的时候也能穿 它在裤腿这里做不同的一个褶皱的设计 上层之后这个褶皱就是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层次感 它后面也很好看 做两个这种大的口袋 这条它的腰还蛮高的 可以很好的拉长比例 这件是一个拉链卫衣 它应该就是牛油果奶昔 它的颜色很好看也很显白 就是很春天的感觉 它的饱和度不是特别的高 在前面是做了一盘印字 它是圈圈面的面料 像这种卫衣外套就是春秋天 都非常非常非常白搭的一个男品 临时要出门直接套让它就可以出去了 版型很宽松 它的长度是能盖到我屁股下面的 上身就非常慵懒 它的搭配也很多种 比如说常规一点的 就是可以用一个牛仔裤 然后加一个棒球帽 或者是用这个卫衣搭配那种长裙 也是很可以 任意搭配各种风格 或者是做一些混搭都很好看 因为今年春天我是想全身白的一个穿搭 我当时其实买了另外一件白色的卫衣 但那件人家不做了 重新又买了一件白色的卫衣 之前想买的那件是比较短款一点的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正常一点的一个长度 在前面是做了几排刺绣 就很简洁的一个卫衣 我搭配了一条白色的半身裙 用皮带去做一个比例上的划分 接着我没有选运动鞋 我选择了一双乐福鞋 这样一身白在春天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穿搭 这件是一个浅灰色的卫衣 它里面是有做一层薄容 我很喜欢它前面这个印花 黑跟亮粉色的一个组合 就很好看 再加上这个灰 整体就是有一点酷酷的感觉 这个版型很宽松 是男女同款的 我想说我穿那个了可以给小穿穿 接下来这一件是一个条纹卫衣 条纹这个元素好像我很久没有分享了 其实我在前几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热衷买条纹 这件它是圈圈棉的 就没有加绒 外面摸起来是很舒服的 它在左边这里还有一个这种小小的一个刺绣 它这个颜色不是白色 它是有一点点乳白色 这个颜色其实会比那种纯白色要更加的有质感 它整体是比较宽松的版型 长度的话算是正常的一个长度 我就搭配了一条卡其色的长裙 上衣的乳白色跟裙子的卡其色呢 很好的组合在一起 其实这一件它搭配那条长裙 会有一点点绵强 因为它其实长度不是说特别的短 你从后面把它这样遮小一点 然后把这个部分塞进那个裙子里面 跟裙子腰的衔接会更加的好 最后呢就是我上上这一件 跟前面那件灰色比起来的话 它颜色就是更深 它的长度是正常偏短一点的 在前面是做了刺绣的图案 刺绣的部分是淡粉色的 就跟灰色特别特别搭 这件它里面也是有加一点点薄绒 所以它整体摸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它前面这个图案是粉色的 所以我裤子跟帽子都选择这种淡粉色 去跟它做一个呼应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结束了 位置是不是还蛮多的 后面有机会我还会再出一些 它们不同的搭配照片的形式 给你们分享出来 然后呢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